为了360给你全方位的好天气 你好我是传希 今天西半部地区的温度实在是非常高 在桃园以及高雄地区 温度都已经来到了37度 甚至已经接近38度了 为什么温度会那么高呢 我们来看一下卫星运突 目前海欧台风从台湾南方通过 这时候它带来的是东风 以及东南风的天气状况 东风通过中央山脉在西半部地区下沉 所以这个下沉作用造成西半部地区的温度 就是来到非常高 那么好消息是从明天开始 海欧台风逐渐往西移离开 往海南岛方向前进 这时候台湾地区的风场 由原本的东风以及东南风 转为偏南风的天气状况 这时候温度就没有来到今天那么高了 可是随着风场逐渐转为偏南风 在台湾地区这个水气也会逐渐增加 所以从周二开始 这个各地的午后阵雨发展 就会变得比较旺盛一点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降雨的部分 在周二的时候 在台湾的东南方这个地方 可能还是会受到一些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所以在东南部这个台东地区 可能还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 至于到了周三周四以及周五呢 主要影响我们的就是这个午后阵雨的天气状况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温度的部分 在明天各地的高温虽然说来有逐渐的降低 可是呢还是有来到33到35度 所以中午的高温还是非常的炎热 建议大家呢可以带一把伞在身边会比较好一点 在中午之前呢可以拿来遮阳 在中午过后呢如果有一些午后阵雨下起来 也可以拿来遮雨算是蛮实用的哦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低温的部分 低温的话各地的低温也都来到26到27度 与今天是没有相差太多的 接下来给大家一些重点整理的部分 周一的时候啊西半部地区的温度实在是非常高 而且这个南北地区的风也是蛮强的哦 至于在周二开始呢这个会逐渐转为偏南风 而且这个午后阵雨也会逐渐增加 至于要真正啊这个温度要降低 可能要来到周末 周末的时候呢北方封面会逐渐靠近 在北部的东北角的地区呢 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的阵雨 可是呢这时候温度才会真正的降低咯 那我们以上是今天的气象 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天气资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